大家好,今天是9月2号 习近平发动的这场新文革到底走向何方 现在中说蜂拥 目前基本上有两种说法 一种,他的新文革仅仅限于文艺界和经济界 对文艺界进行枕斗 对经济界进行规范 走向共同富裕就够了 另外一种看法 习近平发动的文革跟毛泽东发动的文革一样 先从文艺界开始 然后整动经济 然后整动政界 对共产党里面 尤其是政治局常委里面的人 进行顿道 乃至像文革一样 把叠把手刘少奇打倒一样 有可能习近平对汪洋 对李克强等人 要进行顿手 所以说 叠容情况是的确 翻天覆地的一个大变化 真正的文革就会来临 对叠容情况 现在党内也是非常的恐惧 极左分子胡锡金 现在左都不够了 他都害怕了 他看到李光满的文章之后 就说这个文章让人产生了误导 产生了误判 中国现在发生的不是革命 中国现在就是在体制内 进行市场的监管 市场的治理而已 进行小修小补 然后强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走向共同的富裕 这一切都是在社会主义体制之内 他说的要革命 让人产生历史的联想 这个历史的联想 就是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最关键的是 从文艺界开始 但是很快转向了高校界 然后转向了北京市委 然后就转向了中共中央政治局 当时毛泽东还写了一篇大字报 就是炮打司令部 炮打司令部就说 中国也出赫鲁晓夫了 当时大部分中国人都不知道 赫鲁晓夫是谁 实际上炮打司令部 就指的就是刘少奇 把矛头直接指向 当时的第二号的人物 所以文革真正的发动 然后把党类的这些高干的 一个一个批倒批臭 整死 中国发生翻天覆地的 一个大的政治的动荡 胡锡担心这一幕会重演 就是从整治演艺界 整治经济界 马上又整治政界 最后把他这样一个极座分子 也给整治了 所以他就担心 他就说下一个是不是我老胡 我现在搜索发抖了 我现在快躲不住了 厕所在哪里 我快要躲得尿裤子了 你就看见 这个齐左分子 他现在还左得不够 他还没有大局的眼光 他还没有像李光文那样 对中国社会的 习近平的所作所为 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胡锡进本质上是一个邓左 他不是毛左 邓左呢 他是赞成改革开放这条路线的 他们也是改革开放的既得利益者 坚持呢 在共产党的这样一种资本主义发展之中 这些企业家得利 然后官员们也得利 他们这些小无人呢 也依附于这个体制 也能得利 所以他们是既得利益集团呢 当然他们也赞成目前的这个体制 但是毛左呢 跟邓左是不一样的 毛左呢 完全的否定资本主义 否定这些企业家 否定这些靠资本啊 发财的各种人物啊 包括胡锡进这种小人物 包括各种的明星 包括这个RTG的这些大佬 他们都认为是资本主义既得利益者 那这些资本主义既得利益者呢 全都要把他们给打倒 把整个资本主义都要给干掉 这就是毛左他们的思想 毛泽东呢 他发动文化大革命 他呢 也有一个很蛊惑人心的说法 就是在无产阶级专争下继续革命 他认为呢 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 但是呢 官僚阶级开始变职 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这些官僚啊 成为压制人民 压制工人人民学生的最主要的官僚集团 所以要把工人人民学生呢 要释放出来 大鬼小鬼释放出来 把官僚资产阶级 这些全都给打倒 来检放他们 所以当时的很多的学生呢 认为在学校里受到老师啊 党委书记的欺负 在工厂里也受到厂长啊 党委书记的欺负 所以这些小人物们一个一个要跳出来 要获得权力 他们响应毛泽东 因为毛泽东就是替他们做主的 所以在无产阶级专政下 要进行再一次的革命 所以掀起了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就以这套理论 把千千万万的魂卫兵 工人伦民解放军都煽动了起来 然后借机呢 打倒了他的政敌 那就是刘少奇为代表的官僚集团 毛泽东呢 实际上在搞他的一个政治的权术 当然他打的是漂亮的一个口号 那现在习近平呢 他的肚子里呢 也藏的是这样的一个阴谋轨迹 他对毛泽东的这套无产阶级专政下 继续革命的理论呢 他也很熟悉 他也觉得现在资本呢 成为中国最大的一个问题 把资本主导的这些明星 包括一些官员呢 全部要打倒 所以他提倡共同富裕 向这些企业家 向这些高科技企业 全面的开盗 谋求呢 把这些社会的下层人物 给他们一叠踪延 然后把这些人呢 都煽动起来 然后朝他最大的一些 政治的目标 政治的任务迈进 那他更高的 更大的政治目标 政治任务到底是什么呢 是不是打倒王沪宁呢 是不是打倒汪洋 打倒李克强呢 这个谁都不知道 目前来看呢 他在中共党内还是比较稳的 虽然呢 现在很多的传言 说什么汪洋 又取代习近平了 李克强又反习了 王沪宁又发动政变了 那很多都是评书演习啊 但实际上呢 除了这些传言之外呢 习近平也是确实在考虑他自己的位置 而且呢 中央有些人不听他的话 在某些政策上跟他相左的话 他内心呢也不高兴 所以他也有可能呢 通过像毛泽东这样的大的一个社会运动 先从演艺界开始 然后整动企业界 然后就整动政界 那政界呢 他就把这些党内的 不听他话的人 对他不进行崇拜迷信的人呢 一个一个干掉 那基层呢 中层呢 搞他们很容易 用贪污腐败 那最高层呢 他可能就要用这种社会运动的方式来搞掉他 就跟当年毛泽东通过文化大革命 搞定刘少奇一样 他可能把常委级的一些人物呢 要通过这个社会运动的方式来搞定 这也许呢 就是他发动新文革的真正的目的 不讲来看 习近平的二次文革 还仅仅限于文艺界和经济界 在文艺界方面 今天中国政府呢 下了两个通知 一个是广电总局 有关对文艺节目及其人员管理的一个规定 这里面呢 再次的重申 把一切的羊炮文化 一切的场外的投票啊 打赏啊 什么偶像养成啊 等等现在特别流行的一些做法 全面的进尺 要弘扬革命文化 弘扬事物主义文化 大力的整栋 文化的市场 可见呢 中共啊 要大力的来清洗目前的演艺界啊 要恢复一个整齐化一的像法西斯文化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过去 另外呢 演出行业协会呢 演出了他们的演出 演员呢 他们要遵守的一些规定啊 反对这个地下演出啊 反对这个回收收入啊 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啊 等等 你看一个庞大的一个国家政府啊 居然管这个演出行业啊 这个在中国是很正常 但是在美国呢 他政府呢 绝对不会出台这样的一个规定 来干预文艺演出 那在中国呢 他把这个文化娱乐 都是看作是意识形态的一部分 所以他要特别的整治 而且现在在这个新文革的情况下呢 他的整治啊 就具有巨大的一个政治含义 他呢 整治文艺界 为整治经济界 政治界 他作为一个铺垫 就跟当时的文化大革命一样 文化大革命的开端呢 就是以姚文元批判 吴晗的海瑞八观 这个历史剧开始的 当时呢 吴晗呢 作为北京副市长 写了一个 海瑞八观这个历史剧 演的还挺好的 毛泽东呢 江青就受益姚文元 姚文元就跟现在的李光满差不多 就写了一个凭海瑞八观 里面呢 把矛头就指向 盘德怀呀 北京市委呀 把这些所有的人呢 作为这个资产阶级 党全派要进行批斗 然后呢 通过批判海瑞八观 就开始批判文艺界 然后就成立了中央文革小组 进行文化革命 就是文艺演出界 要全部进行革命 那后来呢 江青他就推出了革命样板戏 全国人民呢 只能看这八个样板戏 其他的呢 都不能看 所以把文化上 彻底的一个革命化 那这个只是一个文革的一个前奏 文革的真正的目的呢 是通过演艺界的枕洞 然后把这个火呢 烧到高校 然后又烧到了北京市委 最后烧到了中央 烧到了刘少奇 那目前呢 整栋演艺界 这是第一步 然后第二步呢 就是整栋企业界 那今天呢 还有很多的一些 有关企业界的消息 中国的七大部委 公安部啊 网信部啊 等等啊 约谈了 迪迪美团啊 等等 11个网约大企业 要他们进行对市场 规范的规则啊 要重新的认识 要检讨自己的错误 要埋下这个共同富裕 这个他们具体 乐坛的内容呢 大家不清楚 但实际上呢 很多人分析啊 就是把这些大的企业呢 要逐步的实行国有化 现在阿里巴巴呢 已经比浙江的一个国有集团 就是旅游投资集团呢 已经入股了 占了35%的股份 那阿里巴巴国有化呢 已成必然 所以对这些大企业 进行整栋 然后逐步把它给国有化 甚至给没收呢 现在变成一个趋势 另外就是关于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这个口号之下呢 就是要进行第三次分配 叫你们捐赠 前段时间呢 唐兄专门因为共同富裕 成立了一个1000亿人民币的 一个共同富裕基金 那么阿里巴巴呢 今天呢 也成立了一个共同富裕的基金 那这个基金呢 用来扶植中小微企业 用来扶植这些农村的人 低收入的人穷 所以逼着你这些企业 有钱人呢 拿出钱来 那对这个郑爽啊 罚款 以后赵薇啊 高孝松啊 这些有钱人啊 企业家明星啊 全都在整栋之列 然后呢 他要把这个文艺界 资本界全面的 要有一个清洗 然后他会揪出 他要真正要做的一个事情 那就是整栋政界 政界里面呢 大家还看不清楚啊 很多人说可能李克强就是下一个刘少奇啊 但是李克强这个人呢 唯唯诺诺啊 他其实没有干多少啊 违背习近平意思的事情啊 但是习近平这个人呢 可能跟毛泽东一样啊 他的疑心非常重啊 毛泽东在发动文革之前呢 会见外宾的时候就说了 他说我们这些人都老了 快要见马克思了 我们担心的是 我们的接班人呢 会不会出黑洛晓夫啊 会不会出修正主义啊 让这个红色江山呢 断送了 怎么办 所以那个时候呢 实际上毛泽东呢 就想通过文化大革命 来承导刘少奇 那习近平呢 现在也可能在想这个问题 他就担心呢 他的左右 政治局常委里面 有些人呢 是不是要违背他的路线 有些人呢 在背地里要反他 虽然他在军权独长 虽然他用王孝宏 作为中央特勤局啊 就跟毛泽东的这个 汪东兴一样 来全面的来保护他 但是呢 这些所有的帝王啊 都是疑心非常重的人 他天天想着 这些政敌是不是要夺权 所以有可能呢 把目前从这个演艺界 燃起的这个火啊 烧到企业界 再烧到政界 最后烧到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里面 那都是有可能的 当然另外还有一种看法 就是习近平发动新文革 目的呢 是为了武统台湾 他强化自己在党内 在全国的卫星 搞个人崇拜 集合国力啊 然后武统台湾 这呢 也是有可能性的 因为台湾呢 最近也是得到 国际社会的支持 他也在谋求自己 在整个联合国的 合法的一个地位 因为他如果是一个 联合国承认的 独立的一个国家的话 你中国如果侵略的话 那联合国啊 全世界这些国家更有法理 去保护台湾 所以呢 蔡英文最近提出了 邻国论 他对中国称为邻国 意思呢 他自己也是一个国家 另外呢 那李陶宛呢 他是第一个欧洲的国家 设置台湾办事处 因为以前呢 中华民国台湾呢 在欧洲设的办事处呢 都叫台北经济文化交流处啊 或者是中华民国办事处啊等等 但没有用台湾的 那李陶宛呢 是第一个用台湾办事处来称呼 这样的话就把台湾当作一个独立的实体 给凸显出来了 那我不用中华台北或者中国台北 表示跟中国呢 没什么关系 你就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 那欧盟呢 最近呢 也是推出了一个欧盟强化台湾关系的一个报告 这是欧盟的外交委员会通过的 引起很大的一个反响 欧盟呢 决定把设在台湾的这个经贸办事处呢 改名为欧盟台湾办事处 一个方面呢 说明啊 这个办事处不仅是一个经贸啊 全方位的政治经济外交什么都要管 另一方面呢 就是说给他名正言顺 就叫台湾 不叫中国台北 也不叫中华台北 也不叫中华民国 就叫台湾 你台湾本身呢 就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实体国家 所以欧盟的这个举措呢 让中国政府呢 也是大为光火啊 外交部呢 多次的提出了抗议 对立陶宛呢 也是召回大使啊 等等一系列的动作 这些动作呢 都说明国际社会啊 更加的在支持台湾 走向独立 走向真正的法理的一个主权国家 那台湾自己呢 也在谋求这样一个法理的地位 这种情况下呢 最后造成 那跟中国的这种冲突呢 会日益严重 而习近平呢 他觉得自己的实力也足够了 他要实现中国闷 他要建功立业 他要学毛泽东 所以说他武统台湾呢 现在也是建在悬上 不得不发 那武统台湾的前提啊 就是国内要绝对的树立他的权威 国内的文化啊 甚至唱的歌曲啊 各个方面 全都要步调一致 这样的话 才能打仗 我们不能过和平的日子了 我们不能过太平日子了 我们要敢于斗争 敢于打仗 所以习近平呢 他发动新文革 可以说是一箭双雕 搞掉阵敌 像毛泽东那样 然后呢 武统台湾 我想呢 这是他最终的一个目的 好 今天的评论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 再见